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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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聽好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中華民國113年3月24日 星期天下午時間 現在大概是接近5點了 那進口前面這棵呢 是我們新園區裡面的蓮霧樹 那這棵蓮霧不簡單 這棵蓮霧本來是我們自己做高壓下來的飛彈蓮霧 也就是整棵都是飛彈蓮霧 那後來我們經由多次的嫁接 那現在蓮霧樹上至少有記憶的至少已經有6瓶了 那詳細什麼品種還要回溯到之前紀錄的影片 因為我們都習慣用影片來記錄 大家有興趣的話再到我們影片裡面去觀看 那我們今天發現我們的蓮霧樹 有蠻多地方已經開始在開花 呃...剛剛隱約在這邊 看到花...這邊...來 這裡 這是花 已經有在開花了 那這裡也有 還...還小 花朵還小 那另外這邊呢 有比較大的花朵 這...這兩個枝條 這兩根枝條是那個白蓮霧 純白的蓮霧 之前有長過 大家如果好奇的話 到我們影片裡面去搜尋 白玉蓮霧 這邊也開花了 已經來花了 花包都來了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品種 呃...看一下 記得這邊有 不過呢 因為我們都沒灑農藥了 所以有些 花可能被蟲給咬掉了 那...我記得還有...這邊...來 這裡也有 也有已經開花了 那...詳細哪一隻的 品種是什麼 要回溯之前紀錄影片 那...這邊 也花...也有很多花 所以...不過呢...這邊...你看這裡 這個...蟲...流下來的大便 所以這個...上面呢...蠻多...蠻多小昆蟲 那...花的表現... 那...葉子的表現也不...不盡相同 有些葉子呢...比較清脆 像這嫩葉吼...是綠色的 那...有些...葉子呢...比較...稍微褐色一點 那...又有葉子...有些葉子...比較油亮一點 吼...從嫩葉...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品種不一樣 吼...很多種表現吼...像這個葉...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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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吼...這兩個字條的葉子都比較小 吼...那...嫩葉也比較綠一點 那...我記得這邊也有在萊花 吼...這裡...吼...這裡也萊花了 吼...那...今天我要做的任務就是... 吼...這邊也都有萊花了 吼...花苞還蠻多的...不過...裡面太雜亂了 非常的雜亂...我要進去稍微把...裡面... 沒有開花...而且不重要的...內長枝... 吼...全部幫它修一下... 吼...修一下...讓它裡面能夠透光一點...吼... OK...那我現在呢...就開始來記錄...用快動作的方式來做一下記錄 就開始了... 好的... !!!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杂茜 阻挡到花發展的杂茜全部剪掉 那留了葉子還是蠻多的 希望今年能夠順利吃到各種不一樣的蓮霧 在這一棵樹上 去年就只吃到兩棵白蓮霧 白玉蓮霧 但因為還沒成熟就摘下來 所以味道並不怎麼甜 那今年希望能夠有吃到更多種蓮霧 剛剛幫他做一下修剪之後 把一些雜汁 還有一些雜草 拿過去我們的堆肥區 然後順便幫他做一些水的浇灌 幫他濕潤一下 那剛剛進去看 進去撿的時候 邊撿邊看 花還蠻多的 像這樣子就很明顯的 之後再套袋 或者是管理維護 就比較簡單一點 那有開花的地方 大部分都有留下來 那有一些剛剛不小心也剪掉了幾朵花 像這個地方 有幾朵花被我不小心剪掉 因為本來長得太雜了 所以有些地方被我不小心剪掉 那其他沒剪掉了 還有幾串 沒關係我們今年喔 第一年留下來就這幾串 果實少 好 那勢必長得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一下齁 而且呢 呃 今年的 我看 有來的品種 至少有三種品種 白蓮霧啊 或者一些 飛彈蓮霧等等 至少有三種有萊花了 OK 那今天呢 就記錄到這邊 我們幫這顆萊花的一個 蓮霧呢做一下 簡單的一個修剪 幫他把雜汁呢稍微修掉 OK 我們記錄到這邊之後 蓮霧的一個套袋啊 蔬果 蔬果套袋 採收 開果 試吃等等 我們再分享給各位看 好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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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